盘点二战各国使用的手榴弹 首先是美国NK-2手雷 其全长11.1厘米 总重0.595千克 由于外形酷似波罗 因此也称为波罗手榴弹 接下来是苏联的RGD-33手榴弹 苏联RGD-33里面填充的弹药量极大 导致这款手雷甚至可以用来炸桥或者坦克 他引爆前需要五个步骤操作才能紧出保险 接下来是德国的M24手雷 弹重0.61千克 战斗部重0.17千克全长365毫米 M24的TNT装弹量很大 他的爆炸威力也非常恐怖 所以德军士兵给他一个外号土豆马杀 也就是土豆粉碎机的意思